在他还没有走红的时候,推销大哥大曾经是他那三年最主要的收入的来源。 等了他走红了以后,他以天价演出的大哥大广告,风靡了全香港。 又是一则演艺界的传奇,主角是黎明,今天的真情指数就是黎明的故事。 1966年,黎明出生于北京,故乡那一列列的红砖瓦屋与狭窄的胡同,是他童年最深的记忆。 四岁时,黎明随着父母一同前往香港定居,并在中学时期,独自一人远赴英国留学,就读技术学校。 这一段异地的求学生涯,给了黎明不少的磨练,也培养了他坚强而自我保护的个性。 大部分的人对于他们小时候的事情,可能记忆不是那么的清晰哦,可是当我在看黎明的资料的时候呢, 我发现他对于两岁到三岁中间发生一些事情都记得很清楚,这让我觉得有一点特别。 就,你自己跟人家比较过吗?人家可能不记得两岁的事情耶。 我没有比较过,可能我在,我在北京出生的时候,那时候北京就起了。 其实就有房子,烧煤,一个礼拜可能吃两餐饭是用饺子包的,其他是吃窝头,咸菜,猪肉只能吃一顿。 大白菜,全部是绿色的衣服,蓝色的衣服。 是。 就这么简单一个,一个图画,就在我生活的环境里面。 是。 所以记忆会比较可能深刻一点,因为画面图片不多嘛。 只要画面图片太多的话,可能就忘记一些了。 也可能不一定,可能每个人的记性和记忆力不一样。 是。 对。 鼻子上面,这边的这个伤痕就是在那时候。 这是托儿所的时候,托儿所的时候那时候有一次,那时候不顾膏嘛。 那晚上有个爸爸他就来看看你怎么样啊。 那看到外面有个影子走出来,你知道是爸爸。 他不知道我看到他,他跟老师去谈话聊天,那我就趴着那个玻璃窗门口,就偷看了。 一偷看的时候,看老师走过来,就低下头,老师一推一门,就碰着了,就流血了。 到现在还看得出来这个疤。 所以你会记得小时候的事情是因为有一些东西流下来了。 后面碰撞了。 从北京去,会被香港老师欺负吗? 也不会,不要说他们,他们不要这样讲那么太明显,不好。 因为那时候其实很多老师对我很不错的。 他给机会我,让我去做一个行长,就是收工课。 每个行都有一个行长,那我当行长收工课。 因为他觉得你是一个来自北京的,你广东话又不懂得讲。 那基本上他也懂得每个学生的脾性习惯。 那当我第一天做的时候,发现有些同学拿,我收了其他同学的功课本,想拿去抄。 那我说我不能。 他们就很看着我,然后把这个功课本交给老师。 那老师,嗯,乖。 然后离开学校就给人打,给人K。 那第二次,我告诉老师,我说他们这样子做。 那老师跟他们讲完之后,他们当然不承认。 然后下去就又给人K。 那我说,老师这样子,我怎么不可以帮你收工课呢? 那老师说,你继续,你继续的做你觉得对的事情,有原则就可以了。 那当第四天开始,我就帮他交功课,再没有事情发生了。 再做了一个礼拜之后,我就辞职不做了。 因为第四天开始之后,其实我已经随便他们抄了。 是,放弃原则。 放弃原则了,因为反正给人K人,抄算了不理。 这是你个人功课的成绩,不关我的事。 我不抄就可以了。 那第六七天,老师说,我这个行长,你换人好了。 是。 我不做了。 我就换另外一个人。 听说你当行长的时候,跟同学说功课,常常被香港同学用广东话骂。 对,真话。 骂脏话。 那你第一次听到广东话的脏话。 对,对,对,所以学得特别快。 对,男孩子学得很快,你别骂两次就学得很快,马上下次又会骂人家的。 其实你到香港的时候是听不懂广东话的? 听不懂。 是北京话比较好一点。 都是家里都是讲北京话。 讲国语嘛。 哦,讲国语。 对,讲国语。 所以是跟同学开始被骂,开始学广东话的。 没有被骂是开始学了。 但是没有学了那么有用的名词。 是。 那后来学会了。 到了香港大概多久以后,开始觉得待在香港是比较舒服的事情了。 嗯,我现在待了差不多两三年吧,就习惯了。 嗯,就习惯了。 后来又跑到英国去被送去,15岁的时候被送去念这个住宿学校。 那那时候爸爸是特别选了一个像军校一样的管理的学校。 不是,他选了一个他从他耳边听出来觉得他觉得很安全的学校。 哦,对,就送我去了。 是。 你自己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 哎,怎么会有选择余地呢? 基本上很少的了,不可能。 你在香港的时候,念书好像,听说喜欢踢足球胜过念书啊? 不是,我念书念书也不错的。 那时候我记得我自己,呃,就是,是不是有,呃,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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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成绩,操行成绩就是,最差的一年,要见家长。 对,是,见家长,老师说本来应该是把你开除,离开学校的,太调皮了。 但是,无奈,因为我全部是A-A-A加B加A-A,所以他,功课很好。 那我没有抄的那时候,真的是自己做的。 结果就记过,呃,没有记过,劝你表现好一点。 哦。 然后给了一个康乐组的主任你做。 哦。 你这么喜欢玩,那就安顿了。 这好像觉得好像自己好像,以前的三贼一样,我帮你去。 太收编了。 对,开玩笑了。 那时候,其实蛮好玩,也不是太过分了。 但是老师觉得,就是不应该,但是我也没有影响其他学生。 是,你去之前,其实不知道伦敦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吗? 说不定是好玩的吧? 你说真的,我不是太想去的。 真的? 我只是唯一想,想坐飞机吃吃飞机餐罢了。 因为小孩子一定会很喜欢坐飞机吃飞机餐,那个时候的小孩子。 是。 对,那时候很想坐飞机,因为没有坐过,没有出飞机餐。 一个人去的吗? 一个人去。 一个人去。 然后到那边,就自己找到这个学校,就开始。 等我想一想,我去到那边,我去到英国,有爸爸的亲戚的同儿子来接我。 哦,来接我。 是。 所以进入那个学校才知道他其实管理很严格。 哦,管理很严格,对。 事情要求很高,很高。 我读到一些报道,觉得好像那个,有的要求好奇怪哦。 比方说,早上起床的时候,老师来看你们说不可以穿内衣啊。 不是不是,就是你看错报道,所以西人转折之后就变这样子了。 哈哈哈哈。 呃,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穿内衣裤。 晚上睡觉不能穿内衣裤。 呃,内衣可以穿。 嗯。 宽的裤子可以穿,长的睡裤可以穿,但是不能穿内裤。 内裤。 所以要穿睡衣裤,不可以穿内衣裤。 哦。 对。 好。 这很奇怪。 他们觉得是正常。 哦。 对,所以我们皮肤颜色不一样。 哦。 对。 然后一个礼拜,就可以洗澡两次,是不是? 对,每次洗五分钟。 包括脱衣服,穿衣服。 嗯。 对。 这个让你很痛苦。 剃脸是比较麻烦一点的。 嗯。 对吧。 哪有,哪有这样子洗澡。 可是听说是为了鼓励那边的英国的小孩洗澡,是不是? 他们有说一个礼拜只洗一次,所以。 哦,他们可能觉得洗澡很多了以前。 哈哈,两次已经很多了。 很多了,但我们觉得不够。 是。 我们觉得应该是每天洗澡的。 嗯。 所以这个学号念起来很累吧? 吃饭是要做的。 对,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省电省水的方式。 哈哈,是。 是。 我说不,我不会决给他的。 是。 他那时候省水跟省电已经赚了很多钱了。 对啊,我们早上吃又吃不饱。 嗯。 又不给人家吃东西。 是。 吃不饱又不给人,就煮方便面,煮汤面也不能煮。 啊。 啊。 OK。 不煮汤面,吃cup noodles。 也不能煮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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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给你饱饱。 总之我给你这么多都能吃,你就吃这么多。 哈。 你不能买,也不能在外面吃东西。 要吗? 要不然其实你是有钱的嘛,对不对? 你有零用钱可以买吃。 有零用钱可以买,但不给。 你要买的话,就等学校开门的时候,你买学校里面的饮食区。 哦。 是。 而且,很多奇怪的东西了。 譬如你去学校,晚上在呃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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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念书温习功课啊。 九点钟到十点钟温习功课啊,十点半上上睡觉。 那你温习功课的时候不能问问提大家,只能自我温习。 啊。 不能交流。 不可以发出声音。 不可以发出声音,任何声音都不可以。 嗯。 那有一次有个,你都知道,通常在外国念书,外国的, 普遍偶尔去学生一件数学方面是比较,比较弱,比较弱的。 那一定问你数学方面的问题。 那你告诉的时候,老师看到。 哦,出来。 什么事? 出来。 什么事? 我说要你出来。 好,这份。 脱褲子。 什么事? 脱褲子。 OK。 然后他拿一个球鞋出来。 就对屁股。 把四下。 你打了非常。 没有什么痛的感觉,因为太冷了。 是。 打完就散伤了这个痛。 当然你知道,要赢多一点,那要付出更大的酬劳,那就进去完。 那就输了五十磅。 哦。 你现在有学费输掉五十磅了。 现在有几百磅吗? 没有,只有五十磅。 啊,只有五十磅。 就输掉了。 好。 好。 好。